电话虫的开发动机与动向 主要是老年化的时代到来 老年人口每年逐渐攀升 年轻人忙于工作跟事业 无法整日待在家中陪伴照顾长辈 长辈在家中的安全就成了最新的社会问题 所以透过阿米巴与幽网通Hermis DDS云服务做结合 整合了紧急按钮 IR接收器与温湿度器等设备 让子女只要透过网络 即使在防茫的工作中或在外地出差时 也能够及时的确认长辈在家中的活动讯息 透过年轻人都喜爱的航海王漫画 航海王漫画里面有一个很特别像电话一样功能的蝸牛 它是一种可用于通讯的动物 外形像蝸牛一样 它的壳上有对讲机以及按键 接通时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通话时可以微妙微俏地模仿说话人的表情与语气 可以随身携带 信号也很强 工作原理是将人的声音转化为电话虫的声音 进行长距离的传送 我们以此概念将它和阿米巴做整合 在产品说明的部分 主要是加阿米巴的设备 透过连上云端传输资料 像是控制设备的讯息传送 在输入和输出的部分 整合至阿米巴的设备 将资料打包传送至U网通的Hermis DDS云服务 等待与设备配对完成后 便可以达到功能 在电话虫实现的方式 阿米巴是Adreno-based的板子 首先U网通先采购相关的感应器套件 将感应器套件整合在板子上 在发送端的部分 透过阿米巴的板子 将感测器的讯号传送至云端 在接收端的部分 当接收到来自云端的讯号后 会针对讯号的内容 做相对应的动作 在应用工具方面 我们Android与iOS的APP应用 可以用来设定阿米巴的Wi-Fi 以及云端的相关资料 如SSID等资料 在外壳设计方面 我们会使用3D练义的方式来制作外壳 创新之处呢 是以日本著名的漫画海王里面的电话虫概念 作为开发的灵感 整合多项的设备 使生活能够更加的便利 主要是以居家舒适安全为主 老人跟小朋友皆为适用的对象 有网通目前整合紧急按钮 IR接收器与温室渡器等设备 提供家中舒适的生活品质 也能及时有效地了解 长辈在家中的活动情况与突发事件 不同于一般只针对家中监控安全的产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